康橋大飯店 康橋飯店是我從2016年就開始愛上了一家連鎖飯店 主要都是在中南部還有東部 我曾經說過我覺得康橋大飯店是CP值超高的一家飯店 因為他會付免費的早餐下午茶還有宵夜 不過並不是每一家分館都有付宵夜 那我住過高雄有兩家一家就是三多商城館 一家就是這次的七賢館 這兩家都是有服務宵夜的 另外還有就是我覺得康橋的服務人員態度都非常的親切 讓你真的覺得很溫暖 可以感受到他們好像是打從心底很開心的為客人服務的感覺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住下來 我都覺得他們的服務人員態度都非常好 那當然他們的房價也很便宜 所以房間的話就是比較簡單陽春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你只是去高雄玩個一天兩天 然後也不是想要去享受那種很豪華的飯店設施的話 其實康橋已經很夠住了 而且他的浴室裡面也有浴缸 這也真的很加分 那我們從check-in後就可以開始享用它下午茶了 在大廳有冰淇淋 然後茶、咖啡、餅乾、點心、飲料 算是選擇還蠻多的 它大廳這邊還有一個很寬廣的座位區 可以在這邊用電腦啊辦公什麼的 我覺得整體來說規劃很不錯 而且說室內以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戶外座位區 我們現在要去吃宵夜囉 直到晚上十點 1810 兩位隊 因為宵夜的工藝時段是晚上八點到十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可以根本不用吃晚餐 氣鹹館是在六合夜市附近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來住氣鹹館的話 就是可以晚上提早先去六合夜市逛一逛買一買吃的 然後想吃宵夜的話就再留點肚子來吃宵夜 因為它的宵夜選擇其實也不少 有淡仔麵啊淡仔米粉然後一些熟食 然後又有水果飲料還有甜點就是它的豆花 像之前我們第一次住三多商春館的時候 M先生就愛上它的芋圓 覺得它的芋圓很好吃 大家覺得氣鹹館的芋圓比不像三多商春館的芋圓 我自己是吃不太出來啦 但我這次吃的時候發現豆花好像比芋圓更好吃耶 就它的豆花是那種清清淡淡不會過甜 然後也不會太濃郁的那種豆花 然後是我喜歡的口感跟味道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這次我沒有拍到它的早餐 因為我們起不來 但我們之前曾經有一次是為了要吃到它的早餐 而特地再多訂一碗 那它早餐那時候有一道是包餡的花生小湯圓 我覺得也太酷了吧 早餐竟然可以吃花生小湯圓 但因為這次就沒有吃到早餐 所以我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 那我這次還有一些東西沒有介紹到 譬如說它是有自助洗衣服務的 然後汽車館門口也有腳踏車可以租借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不管你是親子客情侶 或是跟朋友家人旅遊 甚至是出公差 康朝其實都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那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